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清修士 他们皈依在上人座下 同样遵守的是出家人的生活戒律 心在佛门 身在人群 他们以经社为家 以众生为亲 时光要回到2019年 那是近似经社第一届清修士的寿正典礼 32个人分别来自8个不同的国家 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过往 却在同一天踏上了生命新的旅程 他的名字叫做于伟林 来自于马来西亚 上人给他的法号叫做进学 他在当地已经取得了医师执照 却在毕业之后 就买了一张单程的机票 回到花莲修行 现在的进学是慈济大学博士班的学生 将来不论在教育或者医劳置业 都能贡献心力 还有他叫做杨岳凤 他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学者 国小校长退休 今年已经87岁 上人给他的法号叫做进棱 棱这个字的意思是象征高级的风骨 进棱师姐也许年迈了 也许背都妥了 可是他始终挺起腰杆 在每一个他可以奉献的地方 从来不退却 他把风骨活在了清修士的日常生活里 上人说慈济是复古也是创新的佛教 复古在于遵循佛陀的教法 并且把佛法落实在生活中 创新则在于因应时代所需 开出了不同的药方 清修士用他们一生的身体力行 为自己受祭 也走在这一条菩萨大道上 一路向前 早餐之后 清修士的直视 清修士忙着收馒头 拍漂亮一点 好啊 而静冷则负责洗碗 没有了 怎么那么少 今天怎么那么少 我们校长不简单 他已经八十几岁 他也就一起 跟我们一起这样子工作 校长 你先不想做 不想不想做 老师傅在家你看 师傅都随时在吃早 都不会做 又都要做 一方脚步已踏向医院 这一端在支客室接待 从慈济小学校长退休 静冷会从门外汉走入慈济 也因为被接待 雷震宇的时候 当游览车门打开的时候 就看见师傅是拿着伞 帮我们撑着伞 一个一个接下来的 师傅竟然可以做到这样 那心里就已经很感动了 又看到疗房的床员 雷震宇嘛 那师傅就把我们的衣服都收好 折好 放在床员 那我又更感动了 那我就愿意踩着 师兄师姐的脚步 来追随上次 我就发这个愿 我们踩着你 谁能干 即使已87高龄 校长还是校长 这一场迎对活动 面对孩子他很有办法 叫你坐 这样 会吗 那你再打开 对折 对折 用力 不是 不是 抓后面 不要抓前面 高一点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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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很棒 对不对 我觉得说原来在学校 我们在教学生就像园丁 像种树 可是现在到这个地步来了以后 我们觉得说更建一层的 不只要种树 而且要种大树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全部都是栋梁 所以是我们在栽培的是世界级的人才 一辈子奉献教育 又筹备花莲词小从无到有 他说上人的身教就是真实二字 他讲921发生的时候灾害很大 上人说你的学校还没招生 学校已经打地基了 可是还没招生 上人说灾区的学校学生在等着要教室 所以我们暂缓所有的人力物力全部集中到那边去 自己的先放下 然后先把别人的都盖好了才回头 来盖我们学校 我非常感动上人的每一句话 所以我觉得进来自己绝对不后悔 一句话注定一辈子 64岁的靖熙也是当年上人一句话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没钱 我也没钱 我人会命一条 我把他捡出去 我要去捡医院救人这样子 叫我要接委员的工作 那他讲了两句 你要把我接你要把我接 就很软 就像那个针包 针包刺下去一样 我想我不能再自私了 我也不懂礼貌 我就说 好啦 好啦 给你接 给你接 这一阶人生变化球 从此他做瓷剂 讲瓷剂 1986年花莲瓷剂医院启用 他成了常驻志工 很漂亮 先往法庭吃一次 你看 要两个这么多 好 走 要什么东西 二五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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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白盒 有像 有像 咬得得肚子餓 咬得不胜 咬得不胜 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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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排很久 不行 实际上我什么都不会 坦白讲 只是一个热心 一个想帮助别人的这种心 今天假如我一个人做 绝对做不来 我常常对志工讲 我们有志工服务队 是因为有很多的一群人 叫做队伍 假如我一个人不是队伍 每一位志工 都是慈激历史的主角 用一个比较直觉性的就是 就上人号召一群人 那以慈悲祭祀 当作方向 他入人群 慈悲利他 然后觉悟自身 所以是一个利他到觉悟的过程 直纪人固然可以指 特定的某一个族群 但他可以指 任何心怀 这种慈悲心肠的人 其实他都是广义的实际人 比方说任何的这种灾难 我们到第一现场去 很多人不知道佛法 不知道什么是苦极灭道 不知道人生无常 一看到那个景象 这就是无常 这就是苦极灭道 每一个人不管有什么习气 在那个苦难现场里 都表现出菩萨心 付出无求 慈激55年 中子深植 必须往前推到 成立的前三年 西元1963年 尚人鼎礼皈依 应顺导师的那一刻 为佛教 为众生 六字叮嘱 简短明快 进入心坎 却是永恒 那时候的那一个瞬间 为佛教 为众生 上人已经立定志向 上人念之在之的 也是这六个志 那其实就是一个 菩萨道信念的贯彻跟实现 所以多多一个众生 多得一分智慧 多养一分慈悲 当慈激 承袭佛教精神 成为现代时空的实践行动 静悉与静冷的步伐 只是其中之一 教师庆 你在这边安心喔 这边很会照顾你 好 那就祝福你喔 要这样平安然喔 我们真的是要用慈悲 慈悲洗舍心啦 这个慈悲洗舍心喔 真的要永恒 要随时学习 学无止境 慈时学习 处处学习 适时学习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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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